字幕影哲學院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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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臥力等於生命力 四大專家傳說獨文百歲謎記 臥力 就可以代表你的生命 還有多久 最差那一組的死亡率 其實多了一倍 我先走了 就在這邊 你按的時候會覺得有一點酸酸的 所以小孩子如果生氣的時候 我就給我按一下這裡 讓你靜下心來 感受天人合一 長命富貴久久 吃得最快速 最快的是撿老師 撿老師 如果你想要健康吃肉粒的話 最好不要碰的就是 一擠自來一擠 歡迎收看 樂活瘦麥菌 樂活So Easy 我沒有做過事 三桃乾淨 已經變亮了耶 十六個小時的價值 然後有限盈 我都沒有限盈 你會下來的時候 一大腿前側連接到你的骨頭 我們在球子導遊的工作 具備全財 在耳間上有兩根指幅的位置 這個帥的水 是古法的藝術家 是比較長的對不對 欣賞藝術 然後你又享受美食跟泡湯 一百級了 好不容易也很開心 大家好 我是雅芳 再一次歡迎大家收看我們 樂活So Much 樂活So Easy 我們要陪伴你 健康吃百里 那追求健康的百分百 那麼有個數字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國人是越來越長瘦了 110年內政部公布 檢疫的生命表 國人的平均壽命是 有就是說 我們越來越長瘦 但是我們要健康 有品質的老去 甚至健康吃百里 所以今天節目非常精彩 我們邀請到中西一起合併 把大家來顧健康 好 首先我們歡迎是我們營養師 宋明華營養師 歡迎宋明老師 營養師 營養師 美鳳姐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是我們的中醫師 王大元 歡迎王醫師 大家好 觀眾主持人好 好 另外是我們嘉義科的醫師 宏偉姐醫師 歡迎王醫師 大家好 好 另外是我們物理資料師 簡文老師 歡迎嘉老師 大家好 既然太多了 就要有百次的百集紀念 謝謝 陳老師的祝福 那今天四位專家都有帶來禮物 要送給我們 也送給大家 首先呢 我們的營養師 名畫要告訴我們 有一些東西你不能採到 也不能吃是不是 對的確 其實食物有好有壞 其實今天要帶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 在營養師的眼裡 有哪一類的食物 是真的盡量不要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心裡有沒有一個 自己常見的一個答案 我如果拿到 也想到是臭豆腐 對 所以其實 觀眾朋友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真的有人問你說 有什麼東西最好不要碰 跟健康可能有息息相關的 一些壞食物是什麼呢 其實在公布這個答案之前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就是 沒有有毒的食物 只有有毒的劑量 對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想看 沒有有毒的食物 其實再好的食物 你每天吃 每餐吃 隨時吃 還是有可能過量 造成身體的負擔 對 就像之前 前幾年薑黃很流行 對 我們就發現 很多人飯裡面也加啦 湯裡面也加啦 放泡來喝啦 對啦 泡來喝 咖啡裡面也加啦 吐司裡面也夾啦 就會發現吃多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一些便秘的 一些情況 對 那其實再壞的東西 像常常我們覺得 很垃圾食物 像什麼珍珠奶茶 炸雞排啊 但是如果你真的 久久吃一次 比如說我一兩個月吃一次 可能會讓你很舒壓 但是我今天公布的 這一樣食物 就真的沒有模糊空間了 絕對不要碰 如果你想要健康吃肉粒的話 最好不要碰的就是 發霉 發霉 發霉堅 其實不只是堅果啦 就是發霉的食物都不要吃 尤其是堅果類像花生啊 玉米啊 穀類啊 那發霉其實最可怕的是 裡面的黃菊毒素 因為這個黴菌會產生黃菊 最主要是它的黃菊毒素 對 而且可怕的是黃菊毒素是什麼 它耐高溫 又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是 一級致癌物質 尤其是對我們的肝臟 因為叫肝臟負擔 所以其實肝癌又是我們國人 十大死亡癌症裡面第二名 很多這些有害的什麼 比如細菌啊 我們可以高溫殺菌嘛 但黃菊毒素 如果你要殺死它 至少兩百六十度以上 我們一般烹煮不可能會到那麼高 對 保存的原則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你先評估家裡到底 有誰要吃這些堅果 然後買的量 最好是兩個禮拜內 可以吃的 兩個禮拜 你不要說買個這種家庭號 就家裡面只有你一個人吃 吃起來冰了超過半年 對 而且其實以存放來講 很多人都說什麼東西都放冰箱 把冰箱當成白跑箱 但其實冰箱其實潮濕度蠻高的 吃的時候發現已經開始有點軟軟的 潮潮的 甚至有苦味的 你這個一定就丟棄 因為可能已經是發霉 只是你肉眼看不到 如果以堅果類來講 陰涼醋 蜜蜂 不論蜜蜂罐或蜜蜂帶 把它鎖緊 關緊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就是一個大原則 就是這些容易發霉的食物的 下游產品盡量少吃 什麼要想 比如說我們講 換句毒素最常見的就是花生 花生粉 花生醬 這種我們看不到源頭的 我們不知道說 它的源頭是不是新鮮的 就算它有發霉 或者就算它的源頭不新鮮 我們也不知道 那當然要健康吃百里 那我們名化營養師 也有帶來另外一個禮物 對 其實另外一個禮物 其實就是一道料理 身為媽媽 其實我們常常會要研發出來 很多所謂的清冰箱料理 其實今天雖然是帶給大家 這個長命富貴久久 貴是什麼呢 就是鮭魚 因為鮭魚其實我們一直都認為 它是一個很好的深海魚 因為有Omega-3的脂肪 Omega-3脂肪其實是我們腦部 最重要的一個油脂來源 那維持 尤其我們剛剛 雅萬姐一開始就講 我們現在平均說明有80歲 那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腦袋還是要靈活 所以其實這個Omega-3的油脂 已經被確定是可以維持 跟我們的記憶力 是有一些相關性的 而且鮭魚又是一個很好的 優質蛋白質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韭菜 為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 人不老 腸道要好人才不老 那其實韭菜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膳食纖維的一個來源 對 然後它又是屬於 比較好包的 你就把它洗乾淨 汆燙完之後 你就直接把它平攤在 這個蛋皮上面 然後再搭配這些鮭魚 然後蛋捲把它一捲起來 其實就非常方便 那當然我裡面 還加了一些那個胡麻醬 三位專家 我看他們吃得最快 素素怪是簡老師 簡老師 你先說你吃的口感怎麼樣 一百分嗎 很營養很好吃 好吃 所以老師都吃光了對不對 我吃光了 那洪醫師呢 我覺得口感蠻不錯的 蠻乾清爽的 那就是裡面又有 各式各樣的營養素 而且我自己不會做菜 可是聽營養師說明 應該蠻容易準備 這個我應該 應該也可以 剛剛取一個名字叫什麼 富貴 長命富貴九九 長命富貴九九 哇 這個比喻太好了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請 洪醫師來分享他給我們 幾百一百集對不對 對 長命百歲 觀眾朋友的長命百歲的 什麼愛的真言嗎 還是什麼 真言真的是真言 真言 這是從佛心裡面出來的 實實情浮事 末時有三高 為什麼這麼有哲理的一段學問呢 因為我們現代人的生命 壽命影響最大的疾病 除了癌症以外 心血管疾病最重要 對 可是跟心血管疾病最有關的 不就是三高嗎 那民眾都有三高 為什麼要實實情浮事呢 三高最常見的大家都會說 那腿也不用扭啦 有症狀再來量啦 那個有症狀再來測血糖 可是大部分三高都是 沒有任何症狀的 直到有症狀的那一天的時候 就是眾生的那一刻 或者是心肌腫瀉的那一刻 所以平常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健康檢查啦 那像血糖給大家建議是要測飯後的血糖 飯後兩小時的血糖 而不是測飯前 那血壓大家說 血壓如果脖子緊緊的再來量嘛 對不對 或是臉有點紅栽的 看看是不是 那高血壓大部分 其實都沒有半點症狀 真的都沒有症狀 所以就是要每天規則的測量 給大家一個叫722的一個原則 如果說真的沒辦法量 至少選一週連續7天量 那早晚各量一回合 那為什麼要說回合呢 一回合要量兩次 就是不要說只量了一次 休息一下 量了第一次 然後過了三分鐘再量第二次 這樣會比較準確 而且最重要的 要尿完尿再來量 如果尿尿前量的話會非常不準 血壓會瞬間差很多 所以記得要上完廁所再來量 所以不是只有量體重要先去上廁所 量血壓也要 真的黃醫師提醒的好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也不知道 注意到這個細節 我們的國民健康署提供 40歲以上每三年一次的健康檢查 血糖 檔固醇通通都有 記得大家善用一下資源 畢竟你都繳稅繳健保費了嘛 有空還是做一下成人健康檢查 好不好 對 那最重要的是 如果真的醫師已經開藥給你了 真的要好好吃藥 有一個數據跟大家分享 如果說真的有得心血管疾病 平均壽命少6歲 如果得了糖尿病加心血管疾病 少12歲 所以 投資理財有賺有賠 可是 控制三高 穩賺不賠 好不好 太好了 握力就可以代表你的生命還有多久 女性小於18公斤 死亡率多了50% 最差那一組的死亡率也多了一倍 沒有人敢握了 今年已經70了 一定 多少 多少 疫情的時代 很多人來到醫院跟他說 洪醫師 我想要測一下抵抗力 我們跟他說 其實真的沒有辦法做這樣的檢測 可是一件事情 就代表你的抵抗力 如果一件事情 就可以代表你的生命還有多久 日本很多國家都有做研究 一件事就能夠代表最準的就是這個握力了 但握力差的話死亡率會非常的高 那你就等一下一握這數字 他知道我可以活到幾歲嗎 是這樣嗎 如果握力不好的話 如果握力不好的話 可能生命就 一握發現58歲這樣子 好可怕喔 我們如果握力 女性小於18公斤 男性小於28公斤 這時候死亡率是正常的 多了50% 那如果說把人分組 按照握力的排行嘛 都是排名嘛 分成4組 那最好那一組跟最差那一組比 最差那一組的死亡率是直接多了一倍 所以握力這件事很重要 我們現在直接來做測試 為了讓大家證實 沒有人敢握了 馬上來握一下 對 不是 侯醫師自己先握啊 當然 一定要握一下 平常有顧小孩的爸爸 要握哪一隻手 慣用手 慣用手 來 我們重新歸零喔 證實各位觀眾朋友歸零喔 沒有世間留好數據 你的生命數字即將出來 要共同 平常有顧小孩的爸爸 很常抱一下 對 用生命在一張 41 41還不錯 不行 平常我都握到快50 45而已 那我們這時候要請 我們的剪爸爸 來真的試一下 剪老師 所以 洪醫師45 你跟剪老師不能比 年齡層不在同一個水平耶 45 45應該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但是我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是58 所以 跟年紀會有差 沒錯 年紀會有差 所以我今年已經70了 是 所以應該要打幾折 好 要使出什麼 吃奶的力量嗎 對 這個真的好 黃之力 對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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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43 多少 43 哇塞 你比那個旁邊那個 笑人更加厲害 然後基本陶景各覺笑人 我不要按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應該是我們兩個先按吧 怎麼會是你們先按 對啊 剪老師給大家很大壓力 對啊 不好意思你可以站起來 沒關係 因為這樣比較公平 所以他們要站起來 但是我可以兩隻手嗎 不行不行 不然用手就是雙手 那我可以用雙手 那我可以用雙手 不然用雙手 幫那個王醫師加油 不好意思 好 王醫師說 好 剛才沒有講到這一段啊 王醫師說我要針灸嗎 我先走了 王醫師說我針灸也不必出那麼多力 37.2 還是很好啊 男生28以上嗎 好啦 28 沒有啊沒有耶 可是他是年輕人耶 對啊 林華一樣是 我確定 我現在壓力很大耶 對我也是啊 不要啊 主持人不要蹭了 不不不不 我想所有的觀眾最喜歡看 就是雙手 對啊 你覺得直接迷惑我啊 好 迷惑一下 應該沒有那麼 欸 差不多啊 對啊 那這樣原來 34.5啊 王醫師人家迷惑跟你有拚耶 其實我們最期待的是 不行 好可怕喔 對 真的 加油 加油 按60分鐘 不錯 多少 超過18了 我們25分 很好啊 對啊 但是我會繼續加油努力 結論要告訴大家就是 我們的握力這件事情啊 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平常訓練就對了 對 其實長輩的話訓練很簡單 因為肌肉特別不足的通常會是長輩 所以訓練方式就是 舉那種 不用去特別買啞鈴 礦泉水 罐子就可以 裝子之後雙手平舉 然後撐著10秒鐘 放下來10秒鐘 然後再撐住10秒鐘 然後再放下來10秒鐘 那如果當覺得這樣子的動作是比較困難 覺得舉著的時候 手會開始顫抖太厲害 對 那請開始減重 裡面的水不要裝太多 那如果說真的很輕鬆的話 那種罐子可以換大一點 裝多一點 那可是大家在做的過程中要注意 身體不可以往後勤 這樣子你是用往後勤的力量去平衡 而不是真的靠你的肌力的 明白明白 所以就是給大家一個建議 所以我們要這個肌力還可以 我應該想的是握力對不對 那我在握住的時候 跟我們上肢的肌肉 全部都一起訓練得到 洪醫師練習就是 孩子這樣抱起來 10秒鐘再晃下去 沒有沒有 抱孩子絕對不只10秒鐘 抱女兒的時候可能會30分 兒子可能才是10秒 那接下來是我們中醫師了 中醫師要拿出什麼樣的禮物送給大家呢 主要是以一些穴位的按摩方式 來去教大家如何的養生 然後像長命百歲這樣 就在這邊 你按的時候會覺得有點酸酸的 所以小孩子如果生氣的時候 我就可以按一下這裡 靜下心來 感受天人合一 這樣跳起來一樣有沒有 前二兩步 後面兩步 就這樣子哈哈 哈哈 這樣子有沒有 好 所以王醫師你要送給我們的長命百歲穴 對不對 它是有什麼樣的原理呢 對 其實主要就是要讓我們的經脈暢通 那中醫有說到就是 不通則痛 然後不通則病 就會有疾病產生 對 那其實 中醫說的那種經絡跟西醫說到的 動脈 經脈跟微缺管是不一樣的 那這種經絡其實是無形的 看不見的 會形成一種就是脈絡的系統 像是非常複雜 像是高速公路的感覺 那因為我們看不見 所以我們在找的時候 我就請來我的朋友來幫助我 對 就是 哪一個中醫師都有他 對 朋友 對 朋友 他還跟大家打個招呼之類 對 那通常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它非常的複雜 就是它有經脈跟弱脈組合成 那經脈的話就是像看到 這邊其實非常的複雜 它有不管是背面啊 手啊 腳啊 這種十二經脈都組合成 然後還有我們常常在武俠劇裡面 看到的一些 人都二賣 這種七經八賣 那組合 至少有三百六十一個穴位 是不是有哪幾個穴位 你要跟大家分享說 你可以特別加強一下呢 對 那通常我們要讓我們的經絡平衡 那氣血旺盛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刺激某一些穴位 那其實中醫會認為說 你只要吃喝拉沙睡 都很穩定了 其實你身體就自然會好 那你就是拿到一張 長命百歲的一個門票了 但是現代人很多都沒有辦法 你睡不好啊 知道要做到太難了 對 失眠啊 然後多夢啊 或者是你平常都在胃痛啊 然後很緊繃的狀態 所以我們的穴位呢 是介紹主要介紹三個 來處理這些問題 然後你就會拿到那一張 亮晶晶的那一個 長命百歲的這個門票了 對 那第一個穴位呢 是內關穴 內關穴 那我需要借用 就是美女兩隻的手 那內關穴的話 它就在我們手橫紋 內關嘛 內關 那我們通常會用三隻手指 三隻手指大概是兩吋 往橫 這個手橫紋的地方往下 那這個地方 它會有個兩斤 就是當我們出拳用力的時候 這邊會有個斤嘛 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來跟著那個 對 兩斤的 黃醫師來找一下自己的那個 就內關穴 對 內關穴 好 對 就是這個位置 主要負責就是 心臟跟胃的問題 所以當你有一些 心血管的疾病啊 或者是你會覺得 好緊張喔 然後會睡不好啊 然後會有那種 胃脹氣的時候可以按 對 還有胃脹氣 胃食道地瘤都可以按 聽起來感覺我們都 什麼都可以按 對啊 好像都可以按一下 它主要就是心胸位 這一塊的位置 所以這邊按了之後 會讓你整個氣息通暢 你會整個比較舒服 那第二個穴位是神門穴 那神門穴的話 它其實也在橫紋的上面 但是從小指端這邊往下移動 橫紋跟小指的交叉的地方 那這個位置就在這邊 你按的時候會覺得 有點酸酸的感覺 這樣酸酸的 有嗎 還蠻酸的感覺 對 這是神門穴就對了 神門穴 那它同樣的 它也是在處理你的情緒上面 你在按下去會酸耶 對 蜜味有微酸 酸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不酸才有問題 所以小孩如果生氣的時候 就可以按一下這裡 然後這樣 平息一下 平息一下 這樣你可以助眠吧 可以 所以當你睡不好的時候 罵小孩罵得太嚴重的時候 整個情緒太high的時候 都可以去按一下 或者是說很多人失眠 躺在床睡不著 你就可以按一下 對 就可以按 其實你會覺得那種酸酸的 對 有點 然後覺得慢慢的會生像睡覺 第三個是會是核骨穴 大家耳熟能想 這個我知道 是這個吧 對 我們手指病攏之後 對 五口 病攏之後 那會有一個最突起的地方 這個地方按的會酸酸的 會 會 會 還蠻酸的 對 那依照就是一些 起刊上面研究 它其實可以去降血壓 所以如果剛剛的血壓 如果你真的有血壓的問題 你可以多按這邊去舒緩 或者是你本身有中風 或者是快要中風了 對 氣到快要中風了 王醫師為什麼要看 快要中風 對 你就可以按這邊 對 而且它是大腸筋的穴位 所以當你的消化系統不舒服的時候 排便的問題 便秘的問題 都可以多按這邊 讓它暢中 我覺得王醫師交這三個穴 因為都是 而且都很簡單 都是隨時可以按的 對 因為有些穴位 你可能在外面 只是你摸不到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的 簡老師要出馬了 簡老師常常帶我們 動一動對不對 要火就要動 那這個也是 嚴嚴抑瘦的方法 簡老師 那當然 不過我要先強調一點 要長命百歲 非常多因素 八八重 對 不是說只有一個 比如像基因會影響 有人基因好 就很容易就百歲了 那運動這個部分 是大家一想到 簡老師就想到做運動 所以運動沒有錯 運動對長命百歲有幫助 比方像雞蛋白合成增加 我練一練的話 我的肌肉會肥厚 肌力上滿 就是肌肉猛爛 有沒有 那個雞蛋白合成 微血管的密度會增加 你的循環就會好 血管就比較健康 那更重要還有一個 立腺體數目會增加 所以你能量滿滿 因為立腺體是細胞的花電廠 花電廠夠 你當然就是電力充足 那還有一個 鈣離子沉澱也會增加 所以你的骨質也會變好 因為老人家很多不能夠長命百歲 其中一個很大因素是 一跌倒 然後壽命不只少六歲 少很多歲 那還有一個剛剛 更重要是神經元連結會增加 透過運動以後 你的腦的神經連結越好 所以反應快 敏捷 思慮周到 就容易長命百歲 所以鼓勵大家 平常要多做運動 好 所以大家是不是 要趕快來動一動了 真的 跟著我們簡老師動一動 健康吃百里 那我今天介紹三個運動 那這三個運動 大家有空就可以做一做 我覺得非常的棒 第一個動作 我想甩甩工大家都做過 有沒有 甩甩工也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只是我本來用加強版的 換句話說你的手前翹後翹 腳跟也是前翹後翹 那有時候你微蹲 你如果能力好的話 你可以蹲低一點 你那個 這太難了 那你可以 你蹲不了很低 你就高高的沒關係 有空你就這樣甩一甩 放輕鬆 前翹後翹 這個甩手工 要翹 腳要動耶 因為腳要翹 前翹 因為前翹後翹 可以練下男的力量 王醫師已經用生命在做 不要逼我 王醫師 有 好 那有空就不要這樣 練一練甩手工 好 第二個動作呢 就是一個歡樂恰恰 其實我們運動的話 學時學地做 可以快快樂的做 所以看電視的時候 你就可以 有人這樣跳恰恰一樣 有沒有 前後兩步 後面兩步 就這樣子 哈哈 哈哈 這樣子有沒有 有點笑笑功 有沒有 笑笑功也很難 對 對 第三個 好 是今天我在這邊發布 吃腸的 喔 吃腸的 因為我們一百句 所以你要吃腸送給我們就對 對 其實呢 運動把它綜合起來很多呢 第一個呢 叫做萬法歸衷 萬法歸衷是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樣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 把綜合起來 我們剛剛講的 任督二脈有沒有 任脈 督脈 在舌尖的地方 上二的地方 交接 所以這個叫做 任督通 天人通 看著天人合一 然後左右通 中指微微的接觸 舌尖為底上二 好 右腳很痠了以後呢 你就可以轉一下 轉到這邊來 換左腳用力 然後左腳很痠了以後 你可以再換過來 這樣子來換 那五微法就是 頭為癢 舌尖為底上二 指尖為處 膝為彎 腳尖為點地 讓你靜下心來 感受天人合一 好美喔 有運動到 有運動到了吧 那今天也真的要非常謝謝四位 專家都不常思 對不對 送給我們大家 健康吃百里的祕訣 還有任何的問題呢 歡迎您上我們的粉絲留言 同時別忘了記得追蹤 訂閱我們的 樂活So Much的YT頻道 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Bye Bye 恰恰… 不好意思 太急 這個是什麼